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薰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三星的年度旗舰之一 OLED G6 它是一款2K360核的旗舰面板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表现 我们先来看包装 整体使用了环保的赫色纸皮 打开包装 配件包含了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电源线 一条DP线 一条HDMI线 一份说明书和保修卡 接着我们来看它的外观 整体设计风格和以往的三星OLED显示器 保持了一致 正面来看 左右边框因为预留了更多的像素点 对比上下边框要更宽一些 会缺少一点美感 背面分为两段 上段是一体冲压金属 采用了非常平顺的流线型设计 下半段则是塑料盖板 晒细纹加喷漆处理 整体上下拼接 色泽过度平滑 模具精美 中间部分是三星标志性的圆形光环RGB 通过照射背板 反射灯光效果 整体高级感是不错的 支架方面 它支持升降 抚养 水平和左右各90度的垂直旋转 整体功能性很丰富 但调试阻力 还有优化的空间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 两个HDMI接口 一个3.5毫米的音频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 和两个USB下行接口 没有配备Type-C接口 是比较遗憾的 接着我们来把它点亮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 屏幕中间会出现奥德赛的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之后的第一主板感受 整体的屏幕非常通透 没有油力感 色彩艳丽 红色出现了过保盒 通过仪器的实测 sRGB容积达到了150% PBI为109 作为第三代QD OLED面板 实际的字体显示 没有明显的提升 对比去年的三星旗舰 OLED G8和G9 少了些许毛刺感 但依然存在着彩边现象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RGB指向素 形态依然是品质型 但对比前两代QD OLED面板 蓝色像素缩减得更小 20D菜单方面 依然是三星奥德赛的设计风格 色调为蓝黑屁色 操作的方式 是背面的五项摇杆按键 我们来看一下菜单中的功能设置 首先是摄温 出厂默认为ECO模式 实测6154K 菜单中的每一个模式 都可以独立调校摄温 有冷一 标准和暖一 暖二选项 同时我们还测试 预设模式下的摄温表现 鱼冷模式 色微最冷 为10600K 普遍模式则最暖 为6114K 摄温空间方面 默认为P3摄温 菜单中还提供了 sgb的色域缩线 通过一切测试 sgb容积达到了98.8% 平均色差值0.96% 最大色差值2.29% P3色域覆盖为99.4% 平均色差1.6% 最大色差3.93% 从结果来看 P3模式已经接近100% 表现乍裂 但色差还有优化的空间 SD2亮度方面 OLEDG6在菜单中 有峰值亮度开关 默认SD2模式下 为关闭不可用状态 并且没有ABL机制 Eco 图像和原始模式下 各白点的窗口亮度 始终维持在230L左右 娱乐模式的亮度最低 为150L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中间蓝色部分 接近250L 绿色区域 在200-250L之间 以国标25公格 测试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1.91% 表现极其炸裂 切换到色温模式 全屏色温在6158K 到6271K之间波动 蓝色区域在6100K左右 边缘的绿色区域 在6200K左右 切换了黑场 由于OLED不发光 因此它接近无线的对比度 由于屏幕表面存在着反射 我们测试了 它在不同环境光照度下的 对比度数据 整体的表现 介于外星和微星之间 虽然数据差不多 但三星使用了抗反雾面 这使得 在环境光复杂的情况下 它比进品抗反能力更强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呈向仪 生成雷达图 红色区域的最佳可视角度 达到了50度 肉眼观测 没有明显的视角衰减 整体表现极其炸裂 频散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调节亮度 都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 不属于PWM调光 在250L的白点亮度下 频散波动深度为11.12% 同时我们测试它各 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手动最低亮度为13L 指示SVM值最高 为0.229 小于1 属于CIE不可见范围 白点光谱测试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它的三色波峰非常纯净 属于QD亮子点背光 蓝光波峰453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1.67% 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它接口的兼容性 它的DP接口是1.4A的规格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 2K 360Hz 10bit全范围输入 HDMI接口是2.1的规格 FRL协议 4通道10G 总计40G的带宽 支持DSC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 2K 360Hz 12bit全范围输入 同时OLED G6是支持4K映射的 因此在XBOS和PS5主机端 都可以支持到 4K 60Hz和2K 120Hz的HDR内容 连接Mac 使用Type-C转DP连接 最高可以支持到2K 240Hz 支持HDR 输入延迟方面 默认模式下 1080p 120Hz的状态 输入延迟为12毫秒 4K 60Hz信号 输入延迟为20毫秒 HDR亮度方面 菜单中提供了峰值亮度开关 并且都存在在ABL机制 峰值亮度关闭的状态下 只有ECO 图像和原始 三个模式的亮度超过了400L 其中ECO模式亮度最高 1%的APL白点窗口达到418L 15%的APL窗口会跌到386L 直至全屏白点亮度为246L 峰值亮度模式开启后 3%的APL窗口会达到最高 图片模式为947L 原始模式937L ECO模式为932L 其余的模式亮度都在630L左右 并且从4%的APL窗口 亮度成下降趋势 以ECO模式为例 15%的APL亮度窗口为392L 50%窗口为294L 直至全屏白点窗口 ECO 图片和原始模式 都达到了250L以上 这个表现在OLED机型中 属于优秀的水平 HDR实景观影环节 我们先看EOTF曲线 在菜单中提供了多达10种HDR模式 其中ECO 运动 图片和云冷模式 曲线相同 0至70的灰阶 基本贴合标准的PQ 只有较小幅度的偏离 从70到85的灰阶做滚降处理 在85到90的灰阶范围 高于最大灰阶亮度 其余的模式调校则是另外一种 从0到60的灰阶高于标准的PQ 60之后做滚降处理 HDR实景亮度方面 我们从松下UB9000 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射斗机生成尾色图 图片模式429L 其次是ECO模式425L 其余模式亮度则低于400L 在海王小区块高光场景下 原始模式为最高 681L 其余模式则都没有超过600L 其中运动模式最低为477L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岩浆部分出现了轻微的过饱和 颜色的暗部细节 则表现得很不错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本于OLED原生10bit的射身 整体射接过度非常平滑 没有出现颜色断层 HDR游戏方面 OLED的像素质发光 并且拥有超高的对比度 整体画面的通透性和亮度观感非常优秀 同时菜单中提供了多种预设模式 每个模式可以独立的调节参数 Echo 图片和原始模式对画面的还原度较高 但暗部细节表现一般 FPS RTS等模式都提高了整体的画面暗部细节 玩家可以根据不同的游戏切换对应的模式 但HDR模式还会受到ABL机制的影响 在突然大面积白场画面下 整体亮度会突然变暗 建议大家在HDR游戏中 将峰值亮度调成中档 游戏竞技体验方面 三星OLED G6原生支持360Hz的刷新率 在实际测试中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接响应方面 它没有配备任何的OD档位 通过一切实测 平均灰接速度达到了0.326毫秒 平均过冲2.6% 最大过冲17.69% 属于OLED微秒级的响应速度 运动显示人的测试 BT为2.22毫秒 排名运动轻易度天体榜第一名 因此无论是运动轻易度 还是灰接响应时间 它都超过了540Hz友达的 E-Sport TN面板 实际在UFO运动轻易度的测量中 非得后方没有任何的拖位显像 UFO本体的轻易度也非常优秀 反映到游戏中也是如此 属于是目前显示领域绝对的T0级别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与它的数据天体榜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 中央的37颗灯珠与主板焊接在一起 异形定制主板 下方是显示的主控IC 适应为三星的Magic Color 旁边焊满了华邦的内存颗粒 采用VFBGA封装 单颗125M 总计750M 靠近DP接口处 有一颗华邦的128兆的闪存芯片 我们再来看它的逻辑版 逻辑主板为三星Display BTA00 两侧分别是闪存和内存颗粒 接着我们来看面板 形容为CYAD270 底部有个Made in Korea的标志 代表它是韩国原厂面板 继续拆解 我们来解密三星在宣传中所提到的 动态冷却系统 将屏幕与背板分离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块碎裂的G6面板 稍微难过一秒 我们就会看到一块铝制的均匀板 它覆盖了屏幕三分之一的面积 为了更直观的观察 我们将均匀板剪开 一瞬间听到有气体涌出 剪开另外一端 则可以看到冷却液喷射出来 通过观察均匀板的横切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部枪体 三星使用了麦动热管技术 通过在均匀板的枪体中加入冷却液 在接受到一定的温度后 冷却液会转化为气体 再通过气体从高温区带到低温区 通过反复热循环来降低显示器的温度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显示中 看到这样的散热方案 从整体的内部做工用料和结构来看 三星OLED的均匀 绝对是目前显示领域的顶级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30指标计算 它达到了150%的SGB容积 色域天地板排名第69名 来实际亮度方面 实测为235尼特 亮度天地板排名第167名 静态对比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它有无限的对比度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移的测量 它的最佳垂直和水平角度 都在50度左右 表现极其战略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斤的白点测下 最大差值为2.56% 均匀度天地板排名第9名 XX单独测的项 我们先来看一下峰值亮度 实测为947尼特 XX峰值亮度天地板排名第29名 XX静态对比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黑场不发光 理论上它依然是无限的对比度 最后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OLEDG6最快的灰阶 可用时间为0.32毫秒 排名灰阶响应速度天地板的第12名 运动显应时间方面车辆 比例为2.22毫秒 排名运动轻度天地板第一名 按照惯例 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优缺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使用三星第三代QD OLED面板 可视角度和亮度色度均匀度表现非常炸烈 2.2K360Hz微秒级的灰阶响应和运动轻易度 超越540Hz eSport TN 属于当前版本T0 表现依然极其炸烈 3.OLED特性 原生10比特 纯黑显示 无线对比度 没有任何露光 4.HTL模式多种调校 拥有近1000的峰值亮度 实景观感非常优秀 5.外观模具优秀 整体流线型的设计非常平滑 RGB氛围灯有着多种样式的调节 同时内部采用了三星的动态冷却系统 目前显示领域维持一家 整体的做工用料和结构表现得极其出色 接着我们来说缺点 1.峰值亮度有开关 但在HTL模式并不开放 这导致在日常使用中 亮度会有不足的现象 2.KD OLED通病 容易受到环境光影响 导致黑厂对比度下降 同时 尽管它拥有硬件级的低蓝光 但它存在着OLED的拼闪 3.自具表现相较于前代有提升 但焉油彩边现象 4.旗舰顶配机型 不知Type-C是缺点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三星OLED G6的 全部的设计报告 如果大家追踪我们视频中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让我们点赞 转发上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